作为子女应该孝顺增进父母 即便是父母犯了错 也应该理性地与父母沟通 并不是直接地不尊重 不理解父母 看到儿女这样的态度 那么作为父母的 我们一定会伤心 甚至可能会朝他们大发脾气 你觉得他们威胁到了你的尊严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定不能发火 那么一旦发火 你就输了 也应该冷静地下来 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作为父母来说 也许都暗藏着言之之也 只不过隐藏在于心里面 辛辛苦苦操劳一辈子 为的就是让儿女们过得更好 更幸福 小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总是盼着孩子长大 早日有出息 虽然父母比较辛苦 但是父母觉得选择坚强 为了不让孩子们分心 怕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总是对孩子们说 我没有事的 不用你操心 需要好好地学习就可以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们的长大 与我们的心灵差距越来越大 有的时候会发现冷漠的态度 甚至产生了对抗的情绪 富兰克林曾说到 争吵是一种人玩的游戏 然而是一种奇怪的游戏 没有任何异方曾经赢过 很多的时候 把好的脾气都留给了外人 会对自己的亲的人发脾气 特别是父母子女之间 控制不好情绪 前几天深夜 我在广场上碰到了邻居老张 坐在健身戏旁抽着烟 特别的郁闷 他对我笑笑说道 刚好和儿子吵了一架 出来吐吐气 原来 儿子给他诉苦说 工作上的不顺利 却换来了老张同志的问 你总是说 单位谁有缺点 那么谁有优点 难道你没有错误吗 结果因为这一点小事情 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老张也闷闷不乐地下楼抽烟 很多时候 经常犯的错误是 把糖果留给别人 把矛盾留给家人 其实 面对儿女的不尊重 更需要重要的是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修行 一次提高自我的机会 你想一想 儿女不尊重 说不定是在给你上一堂 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父母的课 这么想 是不是就觉得豁然开朗 当然 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忍气吞声 任由儿女欺负 我们需要适当的沟通 表达 还是有必要的 比方说 你可以对儿女说 哎 我都老了 气息也不好了 你要多淡淡点 这句话 这句话既表了自己的感受 也不会让儿女们自责 该多好呀 还有就是 咱们老人要与时俱进的 现在的社会变化比较快 很多的新鲜事物 真的是不懂 与其固执一见 不如虚心的去学习 说不定哪天 你能够玩转抖音 玩转快手 成为网红大爷大妈 到时候 儿女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并且 咱老人也要学会自我调节 找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 兴趣爱好 多交朋友 丰富自己的生活 不要整天围着儿女转 那不凡才怪呢 人生如茶 苦涩自知 回甘慢品 这是人生的滋味 还需要慢慢的品味 父母应该根据孩子们的性格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教育 不同的性格孩子 有不同的表现 日常生活 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习惯 如果对孩子们都采取一样的标准要求 那么就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应该循环境界 对孩子更有效果的 有的时候 当我们要求孩子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一定要换一个方式来指导他们 让他们从中间找到快乐 如果孩子们不愿意学习 我们可以找一些有生有趣的故事 来领导他们学习 用轻松愉快的方式 教导学习 他们会更快的主动的学习 很多时候 我们都希望做到什么呢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也没有去做 即使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积极地去 面对生活 面对我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 我们感恩 能够帮助我们专注于生活中的方面 而不是纠结于负面的经历 我们可以花一些心思 来感激事物 无论是家人 还是朋友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 面对子女的不尊敬 我们不要去较真 而是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方法 对应 通过积极自我尊重 通过保守自我尊重 沟通理解 设定界限 寻求支持 保持积极乐观 自我成长的反思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能够很好的培养心态 我们能够更好的处理这一挑战 生活总是充满了挑战 但是正因为挑战 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成熟 一旦碰到这种情况 很多人会发脾气 怒凶孩子 与孩子吵架 也不在少数 此时此刻 一定不要发脾气 要保持冷静 头脑清醒 孩子发脾气 甚至是出云补讯的时候 很多父母都难以冷静 有的时候 家长认为 孩子们要返天 在气头上和孩子们对抗 这样往往会造成 不可逆的心理创伤 有的家长会可能伤心 这么多年来 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 成了白眼狼 对孩子失望 其这些做法 对孩子的成长都不利的 这个时候 需要我们冷静下来 稳定自己的情绪 只有情绪下来 理智才能够上来 情绪管理专家 罗纳德博士说过 研究表明 暴风雨般的愤怒 持续间往往不能超过12秒 我们需要学会 如何控制排解这12秒 当你感到情绪 即将爆发的时候 可以试试深呼吸 再告诉孩子 自己现在需要冷静一会儿 然后需要孩子 慢慢地离开现场 等情绪稳定下来 再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是一个非常好的 感谢 dan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